姐姐,你这是? 妹妹来了,快来吃这葡萄干,可好吃了。 你每天就这样不舒服打扮吗? 小主说禁足一个月,无需见人,就不肯让奴婢给他打扮。 这样多舒服,妹妹过来坐吧。 吃点吗? 谢谢姐姐不用了。 姐姐,你就是不守规矩,才会被罚禁足,现在你又这样。 都禁足了,又不用出去见人,天天都要守破规矩。 真的太累了,行了,以后我知道分寸了。 今晚,本宫就安排你事情,去准备着吧。 景轩多谢娘娘厚爱,景轩告退。 事情查得如何? 中,没有查到线索,接下来咱们要怎么做? 你去收买一个侍卫,让他散播一个谣言,就说,那个司通宫女死去的侍卫,出事前跟侍卫营的人说,有人收买她去侵犯小宫女。 他怕连累家人留了一封信埋在了御花园里,就这样去散播。 主,这招引蛇出洞,真妙。 皇上,奴才在延禧宫探查了这么多天,都没有见过那位宫女。 多棒的多月了,她都没有出现过,到底去哪里了? 你继续去其他宫打听一下她的下落,按查,不许让别人知道。 皇上,你又有十多天没翻牌子了,太后吩咐过,要以开支散业为主啊。 太后吩咐,你就只会用太后来压阵。 难道阵一个皇帝,连只想宠幸自己喜欢的人的权利都没有? 这皇帝当得有什么乐趣? 皇上。 皇上。 皇上。